而台湾现在三级警戒还没有解除 俨然就是压垮内需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尤其餐饮业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再撑 但是营业额还是大幅的衰退 那么又以日常聚餐型的餐馆受创是最深 年减有30.8% 那么宴会型的餐馆年减也超过了14% 那倒是西式的素食型餐馆 因为有提供外带的优惠 逆势成长了小小5%左右 可是呢你放眼望去 台北市七大商圈的空置率真的都飙高 而且飙破了10% 其中40业市是最惨的 已经超过了27% 等于每10家店就有近3家是空置着 而微风广场同样也是有14%点多 中山精华有13.57% 看来大家真的都蛮不好过的 专家也分析这么高的空置率 可能至少要两到三年来进行消化 这个时间真的拉得很长 那么进一步下去该怎么办呢 有一些人就只好求瘦了 我们来看看在杨明山的五星级温泉饭店 5月底开价4亿求瘦 不到一个月直接降到了3亿元 足足降了一亿 杨明山五星级饭店出雾温泉 5月底开价4亿元 在售网站挂售短短不到一个月 6月19号售价降成3亿 足足降了1亿 感受得出业者有多想出售 毕竟饭店业在疫情期间营运困难 尤其出雾温泉在山区 想转型外带外送更是难上加难 但不只是山区饭店难熬 我们其实集团在这个南京原本的旧馆 做了围绕改建以后 目前计划是持续进行中 那我们预计在2024年 会跟这个新的饭店集团 就是军越的上岁酒店合作 然后成立开发一个新的 高阶品牌的一个旅馆 市中心饭店配合政府 先转型防疫旅馆加减转 因为住用率实在太低 根据交通部统计 疫情前住用率 一般国际观光饭店 跌到剩四成 一般旅馆剩三成 民宿只剩两成 跟过往高点时 约七成的住用率差很大 业者转型苦撑 另外也有建商算盘打得精 因为国内疫情爆发 现阶段饭店业生存非常的困难 旅游业惨淡 有许多业者就想要出售退场 建商就趁着这一波 积极入场买精华区的饭店 未来打算作为复合式的商办 远来已经成为建商眼中的一个经济母 像是近几年 推案中心以往中南部的新复发 就豪值八十多亿收购台中高雄 四栋饭店和汽车旅馆 世邦卫理事最新调查就显示 近一年半 全台旅馆饭店至少十九栋转手 其中汽车旅馆就多达十二栋 更加凸显 在疫情冲击下出现饭店抛售潮 但对口袋深的建商而言 京华地区旅馆也是个列地几家目标 三连新闻林文父母响珍 综合报道